下面介绍单口Io模块 然后有两个动手实验 并结合MHC来熟悉对单口Io的访问 单口Io架构 单口框图 这是单口的编程模型 DIR是方向继承器 运于确定是输入还是输出 0表示输入 1表示输出 OUT是输出值计程器 运于为输出引脚设置输出驱动值 IN是输入值计程器 它是来自输入引脚的响应逻辑电瓶 这是SUM D21G18A的单口框图 这是IoPads 这是外设 这是控制和状态 这是模拟模块 PORT是通过AHB、APB、桥B 与高速总线矩正相连 这是PORTA相关的计程器 这是PORTB相关的计程器 计程器访问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访问计程器 一种方法是通过计程器指针来访问 这个是PORTADR计程器的地质字 这条语句就是通过计程器指针来访问PORTADR计程器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预定义的结构体来访问 在PORT.h头文件里面 定义了一些单口相关的结构体和数据类型 在器件的头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个红 这个红就是PORTADR计程器的地质值 并将它强制类型转换成单口计程器 数据结构体类型的指针 有了这些预定义的结构体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结构体来访问 单口相关的计程器 这条语句 也就是访问PORTADR计程器 原子机未操作 一些计程器提供了 Clear,Set,Torger计程器位来实现原子机的未操作 RageTorger就是实现将未翻转 RageSet就是实现将未自一 RageClear就是实现将未清零 通过设置与机子继承器相对应的操作继承器位 可以实现如如将未自一清零或翻转的操作 这是原子机未操作提供的一些实例 这是RageClear 如果将RageClear 某一位自一 那么执行完RageClear操作之后 原计程器中对应的位就会被清零 这是RageSet 如果RageSet中的某一位位一 那么执行完RageSet操作之后 原计程器中对应的位就会被自一 这是RageTorger 如果RageTorger中的某一位位一 那么执行完RageTorger操作之后 原计程器中对应的位就会被翻转 也就是由0变成1 或者由1变成0 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1单口输出 就是控制LED1灯 持续闪烁 周期约为500毫秒到1秒 我们可以使用前面介绍的 计程器指针或预定的结构体 来访问单口 这是原理图 我们可以看到 LED1灯与PA20角相连 并且PA20角输出为0的时 LED1灯减亮 如果PA20输出为1的时候 LED1灯减灭 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1 首先 在XSize文件夹下面 打开Level1PortOutput 这个项目 然后打开 main.c文件 我们也可以检查下 project的项目属性设置 这里我们用的是XC32V2.11版 我们可以用前面所学的 通过计程器指针来访问 单口计程器 或者是通过预定义的结构体 来访问单口计程器 图度01是定义一个5符号 32位整形变量 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32位整形的5符号变量排 并清零 图度1.02是通过计程器指针来访问单口计程器 这条指令就是通过计程器指针来访问 PortAdrSet计程器 并把 drSet 以20位置为1 这样 对应的PortAdr计程器 以20位就为1 就是输出桨 这条指令就是通过计程器指针 来访问PortAdrSet计程器 并把AdrSet计程器指针 并把AdrSet计程器指针 定义的20位置为1 这样就实现了 PortAdrSet计程器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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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添加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DubugMainProject PortAdrSet计程器指针 当程序下载到演示板之后 我们就可以观察 演示板的工作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 通过预定义的结构体 来访问单口计程器 我们可以把上一次实验 做的部分给删除掉 或者注释掉 这里我给它注释掉 当敲入第一个字母之后 我们可以按Ctrl加Alt加反斜杠 或者按Ctrl加Alt加Space 就会显示全代码补权弹出窗口 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所需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访问PortA AltToker制程器 选择 Hani 我们就完成了通过预定义的结构体来访问单口计程器 我们可以debug main project 当程序下载到目标演示板之后 我们可以观察程序运行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 通过MapLab Harmony 3一致器来配置和生成代码 我们可以从Tools Embedded菜单下面打开 MapLab Harmony 3 Configurator 从Tools菜单下面打开Pin Configurator 这是Pin Table 可以检查一下分装 这是Pin Diagram 在Pin Settings下面 我们可以找到PA20 把它设置成GPIO 先将其名字改为LED1 改完名字之后 一定要按回车键才会起作用 可以把它设置为输出桨 并且输出高 然后关门 然后关门 Pin Settings Pin Diagram Pin Table 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Generate Code 按钮 好 代码生成好了 我们可以把MHC3关闭掉 我们可以看看它生成的一些代码 在Source Files下面 Files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Port Initialize这个函数 已经对刚才设置的 Port Code的引脚 进行了初始化 在头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定义了一些关于LED的一些红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代码中 应用这些红 首先 在System Initialize这个函数里面 已经包含了单口初始化 这是Port Initialize 所以 我们就没必要再进行单口初始化 可以把这条语句初始掉 接下来我们可以 接下来我们可以 控制LED闪烁 利用代码配置器生成的红 至此 代码就添加完成 我们可以 BugMainProject 程序下载到目标演示板之后 我们可以观察程序运行的结果 我们可以观察程序运行的结果 这是实验1单口输出的结果 可以看到LED灯 持续闪烁 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2 单口的输入和输出 根据实验1 我们尝试添加LED2 让它也持续闪烁 周期约位500毫秒到1秒 同时 获取按钮2的状态 然后运于控制LED3 当按钮2按下时 LED3点亮 当按钮2释放的时候 LED3熄灭 首先我们检查下原理图 通过原理图 我们可以获得 LED和按钮 与引脚的关系图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MapLab XID下面 打开XSize文件夹下面的 Label2 Port Input and Output项目 可以先打开Main.c文件 可以检查下项目属性设置 确认之后可以点OK按钮 然后从Pulse Embedded菜单下面打开 MapLab Harmony 3 Configure Rate MapLab Harmony 3 Configure Rate 在PinkTable下面可以检查一下分装 然后可以在GPIO里面进行设置 我们可以把管角PA09可以把它设置为可用 点击一下即可 变成绿色即可 或者在Pink Settings里面也可以进行设置 比方说我们可以更改709的名字 更改完名字后要按回车键确认 影片开始进行设置 视频 Siri 하겠습니다 我可以转发不同音乐 明镜 Yuri 并非签讯 明镜需要您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环角就配置完了 可以点击GenerateCode生成代码 然后在main.c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自己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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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完代码后,我们就可以 Debug main project 当程序下载到目标版之后 我们就可以观察程序运行的结果 并动手做做实验 实验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按 Vilish Debugger Session按钮 这是实验2单口输入和输出的结果 可以看到LED1灯和LED2灯持续闪烁 当按下按钮20,LED3灯点亮 释放按钮20,LED3灯吸变 自此了解了单口IO模块 通过两个动手实验 并结合MHC的使用 熟悉了对单口IO的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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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